有人说,认知水平,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鸿沟,一个人的认知,层次越低,越难看到事物的真相,若是强行说叫指点,不仅无法唤醒别人,还会消耗自己,做人最大的通透,就是永远不要叫醒一个认知低的人,认知越低的人,越有这几种特征,遇到的迫失越多。 看你身边有吗?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 喜欢抬杠,作家乌满兰江,曾把人的认知,比喻成一个呈漏斗形态排布的巨大天坑,越往下,所见越少,机会越少,越是感受到社会不公。 愤怒无比,越往上,所见越多,机会越多,越是感觉世界美丽,风光无限,在漏斗底端的人,因为层次不够,认知局限,说话做事,往往容易走极端,而处于漏斗顶端的人。 因为认知豁达,所以心境成名,会更慈悲,能容忍,正如罗翔所言,一个人成熟的标志,就是脑海中能够同时存在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。 求同存异,进而不争,才能在交往中拉近双方的距离,成全彼此。 管理培训家张义武分享过一个故事,他曾经在自家院子里种了许多竹子,在他眼中。 竹子代表竹林七贤,还能寄托文人情怀,是提升房子格调的上家之选,可刚种上没几天,隔壁邻居上门来找他,邻居说,你这竹子,到时候穿墙而过到我们家来,不就麻烦了? 张先生觉得纳闷,这么好的东西,即便过去也是增添了一份雅气,怎么会麻烦呢? 可邻居却不以为然,我是做生意的,你这搞个竹子,心都是空的,影响我。 听到这样的理由,张先生有些无语,但稍作思考后,他还是答应了对方的要求,挖去了院里的全部竹子。 周围朋友知道后,都替张先生打抱不平,说,你在你家种竹子,他来提抗议,本来就不合理。 而且,种竹子花那么多钱,你就这么挖掉,太亏了。 张先生却笑着回答,我想了想,人家说的也对啊。 同一颗竹子,你认为是节节高,另外一个人或许就觉得他对做生意不利,是虚的,空的,从人家角度看,并没有什么问题。 而且,如果对方内心一直隔应,邻里关系就会不和谐。 所以为了大家都舒服,一定要啊。 随后,张先生一如既往的工作和生活,仿佛这件事从未发生一样,而他的这份大度,也让他赢得了周围人发自内心的尊重。 余果说,知道在适当时候管制自己的人,就是聪明人,生活中很多事情,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对错,观点各异。 往往只是因为立场不同,角度不同,若因为认知上有分歧,便卯足了劲和对方争辩。 结果除了白费口舌,还很有可能激怒别人,最终导致矛盾扩大,惹祸上身。 所以,清醒的人早就懂得了,事实闭嘴,专注自我,才能让双方从无谓的内耗中及时抽离。 思维狭隘,爱因斯坦曾说,这个层次的问题,很难靠这个层次的思考来解决。 其实不是这个问题有多么棘手,而是我们认知水平的提升速度,跟不上问题的难以程度。 如果不及时去更新我们的思维和认知,那么很有可能,我们会一直在这个问题里,绕来绕去,痛苦不堪。 穷爸爸和富爸爸里,就有这样一个故事,主人公清奇,有一个朋友在报社做记者,每天兢兢业业,平时就负责写写文章,内容也不错,很受读者欢迎,但收入不高,只能勉强维持生活。 所以,写作能力还算不错的他,自然有了新的想法,开始在工作之余,吭哧吭哧地写书,希望通过出版自己的书,大赚一笔。 这个想法很好,书中的内容也的确不差,但他还是遇到了难题,因为他只会产出内容,不会运营和推广,最后导致新书一本也卖不出去,处处碰壁,而他也变得垂头丧气。 忍不住感叹自己怀才不遇,空有一身才华,却无人懂得欣赏,清奇听罢,劝他别灰心,先去学习一下市场营销和相关的运营知识,后面自然而然就能卖出去了,谁曾想。 刚说完他就生气,不要把我和销售人员混为一谈,我绝对不会去接触销售的工作,太简单了。 听完,清奇摇了摇头,不再说话,只觉得可惜,两人也就不欢而散,回归了各自的生活,不出意外,他还会继续回到报社,一如既往地写着文章,拿着微薄的收入,过着紧巴巴的生活,最终淹没于一地鸡毛当中,还时不时感叹命运不公,感叹才华无用武之地。 这样看来,我们和丰厚的收入之间,差得绝不仅仅是能力,还有认知的领地大小,心理学上有个名词。 教个人构念论,指的是我们每个人的认知都是由过去的经历、学识、思维等等形成的观念,只要遇到相同或者相似的场景,我们就容易带着一种惯性凭借以往的经验做出判断。 所以,当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很低的时候,他的思维就会趋向单一,缺乏弹性,比较依赖本能,因而做出的决策,就很狭窄,甚至犯错。 而当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很高的时候,他脑海中的构念就会变得多元,也更加善于思考,因此做出的选择也往往更加明智。 很显然,这位朋友就属于前者,在他的认知里,会做内容就够了,所以只能给人打工,每个月拿那一点工资,也就应了那句话,我们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认知的变现。 很多时候,我们总觉得,有钱才能变好,却不知道,如果不及时改变我们的思维和认知,那永远都不会有钱,生活也很难变好。 所谓牺牲专挑苦命人,也不是没有道理,眼界狭小,曾看过这样一则令人深思的故事,穷人去世后,见到上帝质问道,为什么有人一生享受荣华富贵,锦衣玉食,而我却只能鸡长鹿鹿,干着又苦又累的工作,穿着又破又烂的衣服,住着四处透风的屋子。 上帝一脸无辜地说,我把知识,技能,信念,机会都放在了你的头顶上方,只要你抬头就能看到,只要你起身,跳一下就能抓到,可是,我却只看到你每天都低头赶路,或是低着头,干着又苦又累的工作,即使是在休息时,你也只是在低头唉声叹气,从不把头抬起,故事里的穷人,物质的穷,只是表面,认知和眼界的穷人。 才是根本,如今这个时代,见识不够,生活处处是难题,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,人的认知盲区就会变多,正如一句话所说,一个人,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。 认知决定眼界 眼界决定格局,眼界格局没提升,人生会丧失很多良机,面对同样的废旧物品,有人选择贱卖,有人却从中发现了商机,这就是认知水平带来的差距,你才说,我们的认知边界,就是我们世界的边界。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,就在这一点一滴的认知差距中,不断拉开,真正成功的人,永远是那个不断提升认知,不断打破边界的人,唯有不断学习心知,眼界放宽,才能让人生有更多可能性,不懂自省。 苏格拉底说,我唯一知道的,就是我一无所知,一个人的认知水平越高,就越会虚怀弱骨,保持空悲心态,如此,才能把精力变成阅历,在反思中成长。 而那些自以为是的人,常常把真理挡在门外,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无知,对于不懂反省的人来说,工作,生活处处是障碍,还总是抱怨客观因素,工作找不到,是就业环境不好,学习学不好,是老师教得差,生活不开心,是别人找麻烦。 一个人若不去更新自己,则永远困在过去的经验里,很难有更大的成就和进步,懂得自省,是大智,敢于自省,则是大勇,自我剖析的过程,或许很痛苦。 但改过之后,自有一番新天地,做好自己,莫读他人,《论语学儿》篇中说,君子敏于事而甚于言,就有道而正焉。 智慧通达的人,行动敏捷,言于谨慎,若是别人有觉醒的意愿,就引导纠正,如果没有改变的想法,便正己修身,孔子的弟子子路,刚开始跟随孔子学习,性情直率暴躁,不讲礼仪规矩,孔子并未过多,关注说教,孔子的其他弟子不解地说,您对我们教导严苛,为何对他如此偏袒? 孔子笑笑不多言,而是依旧每日刻己赋礼。 讲学修身,渐渐地,子路意识到,自己许多时候,出言做事不合理,便开始向孔子求教,孔子才慢慢引导,后来子路不断精进自己,成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,而其他的很多弟子,也大多学有所成,共同将如学弘扬光大。 想到作家林清玄曾写过,白路立雪,愚者看路,聪者看雪,智者见白。 人生是一个由浅入深,由表集理的过程,是一次由愚者走向智者的历练,认知不达时,多反思自己,意识到不足就是最大的收获,认知深刻时,多警醒自己。 不过度干涉,才是最好的帮助,认知越浅,越爱争辩,论语,魏灵宫中说,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 圣人告诫我们,如果彼此对大道和世界的认识不同,就不必多说,无需争论,同一个世界,认知深浅不同,看到的风景也会不同,一个人认知越浅,看问题就越表象,总是以偏概全,争辩不休。 有一次,敌人劫带着仆人赶路回京,一路上风尘仆仆,两人的衣衫都有些破烂,途中遇到了一家大客栈,想再次修整一番,不想,刚进店不久,客人的银子就不见了。 小二很快便指着两人说,肯定是他们偷的,看他们一脸寒酸样,就不像是好人。 仆人听后,很是生气,与小二争了几句,谁知小二越说越起见,就在仆人想要再缓口时,敌人劫制止了他,事后,仆人有些埋怨地说,大人为何不让我说? 敌人劫笑笑说,若是能说通,又何之于此呢? 的确,话要与懂得的人说,里要跟明白的人讲,庄子也说过,井蛙不可以于海者,距于须也,下虫不可以于兵者,赌于石也。 不必和只见过井水的青蛙讨论大海,不要与只经历夏天的鸟虫讲述冰雪。 认知不同,保持沉默,境界不同,不多争辩,才是历经世事后的大通透,很喜欢一句话,世上本无事,庸人自扰之。 可见,世间的万事万物,都不过是我们认知的投射罢了,与其整天纠结于各种鸡毛蒜皮的琐事,整天抱怨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变好,不如花点时间去学习,去思考,去升级一下我们的思维认知。 因为我们遇到的所有破事,都是认知的缺陷,我们经历的每一件好事,都是认知在向上生长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